这个羊骨头是煮汤啊? 煮羊骨头,继续用咸羊骨头 这一锅羊汤多少斤羊骨头啊? 五十斤 你这个羊汤还放羊头啊? 我放羊头怎么做羊头会变? 哇,这个是咸羊头吗? 绝对,咸不咸? 一天要煮多少个? 这个,我能卖铁蒜,只能卖链蒜 几年卖七千个羊头 哦,七千个羊头? 对 徐州的羊头会面 拿到牛皮 人被魔法从来没吵着 今天在徐州啊,我的第二姑娘徐州 吃一个羊头会面啊 羊肉会面我们经常吃,羊头会面是头一回 老板,嗓蒙极大 我不太清楚他面的水平怎么样 但是他嗓蒙绝对是徐州嘎嘎地 煮完羊头,炼羊油 这个都是新鲜羊油啊? 新不新鲜? 你自己看 看到了没有? 这都今天早上刚送的 哦,肖仙的羊好啊 二百六十斤,这一盒 看到了没有? 哇,这么多羊油 漂亮不漂亮? 漂亮 我一年 我能用十吨这个羊油 十吨? 十吨 这个羊头会面只有徐州有了啊 对 这就是我的发明创作 一年龙油 十吨羊油 一直被模仿 从未被潮越 哦,这个羊油漂亮 看见吗? 这是制作 羊头会面的 主要原材料现场 制作现场 这是辣油是吧? 对,羊油看好不好 看见吗?绝对漂亮 对啊 羊头会面的徐州 就是我的创作 您今年四十几岁? 我 76年,十大龙的,46了 46啊? 对 干那个厨师干多少的? 干25年了 香的很 一边熬一边加了 对 三公里四块 保证能够出香味 一边熬一边加 一边熬一边加 酱油熬成这个颜色就可以了 然后打出油渣 下足料 下足料 八角 看到了没有? 这个 葱姜蒜大料 加辣椒面 我把你这个全拍出来 你不怕同行雪吗? 他雪不会的 他我跟你讲 他看 你这被模仿 葱也被炒了 这个酱油 它是制不出来的 这个酱油它制不出来 这不就是辣椒面吗? 哪有那么简单 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 看不会 肯定学不会 看到了没有? 链上有哪个牛逼 哪个牛逼 哪个牛逼 他干什么大的火 这我看看 这280斤油 260斤油 看哪个这么牛逼 他退火看看 看没有? 再给你放点小料 看到了没有? 再给你放点小料 这是千天好的辣油 已经干了 已经没关了 可以吗? 别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 哪个辣油有的辣油香 就是香吗? 可以吗? 哇 这个是煮好的羊头 重东西终于来了 起锅烧油 下葱姜蒜 下羊汤 羊棒骨羊头熬的汤 哦 这一鸡汤肯定浓啊 吃好的羊头肉 羊血羊杂 打白菜 哦 这个就是鲜辣的板面啊 会面 会面啊 对 这一锅是多少钱呢? 120 我们两个人吃就是120 对 100的羊头 20块银的面 白菜 羊血 羊杂 免费的 看一下 哇 来了 灵魂辣油来了 哇 太得劲了啊 满满的料啊 羊头 羊头 羊杂 再加上煮好的烩面 得劲 卧底嘛 这一大盆 120 我以为是这么小的小铁盆的啊 刚我让朋友摇人了啊 这一锅得 四个人吃啊 我们两个人肯定干不掉 好 来看一下这个羊头 羊头的塞帮的啊 羊头烩面 这个 闻起来还是可以的啊 这面看的也是有劲道的啊 哇 这衣服又白穿了 哎呀 我们来先尝尝啊 来一条这个汤 汤是灵魂 辣油是灵魂 这种组合 头一回见啊 来 得不得劲 来羊头肉 羊头好吃啊 因为都是活肉啊 兄弟们一定要来一趟徐州啊 徐州遍地都是美食啊 而且 都挺重口味的啊 徐州就是 它的美食体系啊 就是完全 独立于江苏的存在啊 给你给你 哦 它这个面啊 我再来口汤 面非常劲道啊 跟荷兰 那个会面不一样不一样啊 它这有点像 刀削面的口感啊 得劲得劲得劲 徐州为什么吃的多啊 它是位于 哇我的衣服啊 全是红油啊 它是位于苏鲁玉碗交界啊 像这种文化融合的地方 它的美食就是融合的啊 得劲得劲得劲 你看 这个老板 他就是萧县的啊 萧县就是徐州的老八县啊 原来也是徐州 它现在是属于 苏州 而且 徐州这边吃米条 你们猜这是什么啊 徐州独有的米醋啊 来点米醋 它这个不会很酸啊 今天早上这一餐 真的是满足 到顶了 到顶了 你吃的吗 那你吃的就是 你吃的 你吃的